大渡山上的望高辽是个赏景的好所在 来到东海附近 傍晚有大约一个多小时的空档 怎可错过这欣赏落日的好机会 二话不说 随即驱车前往 这个地区改变很大 太久没来了 和记忆中的印象有很大的差异 当年这里还是一片荒芜 强劲海风不时会掀起漫天飞扬的红土 附近有几座大型碉堡 也就是传说中的东海古堡 碉堡之间有地道相通 要走进地道内 暗黑窄小的空间内是需要一些勇气 再加上不时听到的各种灵异传说 虽是如此 当年这里可是学生族群最喜欢的探险圣地 弯进游原路之后 当年的荒野已成市集 一路走来十分的心虚 几度想停下车来问路 凭着模糊的记忆摸索前行 终于看见久违的大碉堡 和开阔的视野 丘陵地的至高处 今天刮着阵阵的强风 夕阳的余晖洒满大地 赏景的人们来去匆匆 是阵阵的强风 让他们无法久留 独自迎风 依然远望 被光处 朦胧中可见远方的零零波光 向阳处 可见整个的台中市区 甚至是更远处的山形 不远处的山坡地 以前有着浓密的相思树林 山脚下的工业区里 有着我当年的许多回忆 强风吹得木造的平台 有些许的摇晃 赶紧躲进车内避风 看着车窗外的满天晚霞 心头涌起阵阵的暖意 据说 这里的夜景很浪漫 今天不行 找个没风的夜晚再来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